我们之学也叫商硬色为商硬色 因为它有一个非常符合商的一个范畴的一个性质 那么下面来说出这样一个重要的性质 那么我们首先假设x到q是一个商硬色 那么平时其实我们可以画个图来理解一下什么是商硬色 我们把x看成是这样一个TOP空间 x到q因为它必须是一个满色 所以大家可以把它想成是这样一个硬色 就把每一个Q上每一点 其实对应是上面的一个子空间 并且任何一个开极当然紧张 上面的这个它的拉回也是个开极 好我们就把这样一个硬色 就商硬色 然后假设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硬色 连续硬色 从x到y一个连续硬色 并且符合以下条件定理 如果px等于py推出fx等于fy的话 也就是说在每一个点对应的这个子空间上 我印过来这边y这边也是得到一个点的话 那么那么存在唯一的连续函数 连续硬色 g从q到y使得 g是等于 使得f是等于 这个g跟p的复合 比如说我们f这样 从x到y其实等于先经过这个商q 然后再进去y 通过g进去y 我们来证明一下 那么其实这一个条件 f等于g跟y的复合 已经唯一确定了这个g的构造 g的构造是gq对于 q里面的一个点q 那么gq必须是等于fpnq 那注意 其实这里我们用到一个语言 pnq其实不只是一个点 它是整一个子集 但其实因为我们的条件说明了 这个子集都被射到同一个点上 所以我们这样写其实是没问题的 我们g这样子就唯一确定了g 那么我们现在只需要证明 虚正g是连续 那么只要证明g是连续就可以了 那么怎么证明g是连续的呢 我们需要 我们通过拉回一个 y里面的开集u 拉回到q来看 它是否是连续的 那么考虑 g逆 g逆u 那么怎么得到g逆u呢 其我们可以 把u整一个 拉回到x上面 再映射下来 把u整个拉回到x上面 再映射下来 就是g逆u 那么g逆u就是等于p f逆u 这一个是完全是集合上面的一个相等关系 那么我们通过这一个 那我们通过这一个我们看这一边得到的集合 我们如果我们再取一个p的拉回的话 这个其实等于f逆u的 所以因为p是一个满射 我们得到了是相等的 那么我们看这个集合的拉回 得到了一个x里面的开集 因为u是开集 f是连续的 我们得到x里面的一个开集 所以这样就说明了 这个集合必须在q里面 也必须是一个开集 这是商映射的一个定义 所以推出 这一个 所以推出这一个集合 是开集 所以我们就完成了 这个证明 得到了这样一个 从q到y的唯一的映射 好我们现在来讲讲 商映射跟商级之间的关系 那么刚才讲的商映射都是 通过一个托普空间x 通过一个托普空间x 跟一个托普空间q 一个满射 那么我们假设我们有一个托普空间x 但我们只有一个集合q 跟一个从x到q的满射 我们是否能够给q一个 一个托普使得这个满射 变成一个商映射呢 当然也是肯定的 那么我们这里要x 是个托普空间 q是一个集合 然后p从x到q是满射 我们有定理 成在唯一的 q上的托普 使得p成为商映射 好我们来考虑一下 为什么会这个定理是正确了 那么我们要p成为商映射 我们需要符合什么条件呢 我们需要把q里面所有的集合 那些所有那些 它的拉回是开启的集合 我们都必须把它们把它们 把它们为开启 所以必须让所有符合条件 p里 是x开启 这样的集合 u成为q的开启 所以这个是至少 至少我们要符合这个条件 才能够让p成为商映射 那么我们看 所有的这样的集合 所有的这样的集合 这一个集合 我们要正 这个集合其实已经 是q上的一个托普了 其实已然是托普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验证一下 托普的三个 三个定义的三个条件 是吧 第一个 那个空极 空极的拉回 是空极 是x的开启 所以空极在这里面 整个q的拉回是x 也是开启 然后第二个 我们对拉回 进行一个并极 它也是等于并极的拉回 然后第三个 拉回的有线交集 也是等于有线交集的拉回 重复写了同样的东西 应该把交集跟拉回换过来 我们根据拉回的性质 我们可以看出来 如果每一个UI 如果每一个UI 它的拉回都是开启的话 那么它们的并极 也会被拉回到一个开启上面 如果每一个UI 它的拉回都是开启的话 那么它的有线交集 也会被拉回到开启里面 所以这一个 这一个集合已经在 无线并 所有任意并极 跟有线交集里面 是闭合了 所以这个已然是一个托普 但是 所以任何 任何想要 批成为相应色 必须要包含这些 这些集合 但是我们不能 再添加任何 任何集合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如果再往 这场这里面添加集合的话 这场T里面添加集合的话 那么 这个P就不再是连续音色了 否则P不连续 因为你再往里面 再加多一个集合 那么它的 它的力就不是开启了 所以P就不再是连续音色 我们需要是相应色的话 我们必须 地域符合这个条件 第二 我们还需要它的 是当前简单 我们都需要 我们需要这个是开启 并且我们不能再往 再加一个开启 再加一个开启的话 它的力就不再是X的开启 P就不是连续音色 所以我们有唯一的 这一个托普 使得Q 使得这个P 从X到Q 是一个相应色 至少 我们是竟然说的 cock 是竟然说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